美国葛根又泛滥了,治理费用需要50亿,葛根在我国为什么泛滥不起来? 刚来的新朋友没点关注的可以先点个关注,即便欣赏往期的视频,又不会与最新的视频十之交臂。 你见过葛根吗?据说葛根的功效和人生差不多,有纸屑、生羊、延年益寿的作用。 葛根作为一种药材,在我国各省都有分布,它长着椭圆形的叶片,开着紫色的花朵, 喜欢攀附在其他植物之上,所以又被人称为葛藤。 这种我国随处可见的药材,让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很是头疼,他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治理葛根。 美国人为什么和葛根杠上了呢?故事还要从一百多年前,费城博览会开始说起。 1876年,美国费城举办了万国博览会,这次博览会总共有37个国家参加, 各国都带着先进的工业产品和优质的农产品来到费城。 日本也参加了这一次博览会,会展期间,日本人别出心裁, 他们将一种开着紫色花朵的藤蔓缠绕在标牌上。 一位游览的美国老奶奶偶然路过日本展台,她被这种紫色的花朵吸引住了。 日本展台工作人员送了一段藤蔓给她,这位老奶奶将这些藤蔓扦插在她的花园里。 没想到,这株藤蔓真的活了下来,她在老奶奶的花园里越长越多,将花园的栏杆整个都覆盖了起来, 而这株开着紫色花朵的藤蔓,就是葛根。 葛根在美国生长80多年后,种群数量并没有扩大,这时的美国人只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性植物。 然而,1935年,联邦政府的一道命令让葛根在北美迅速蔓延。 美国拥有北美最大的平原,这些平原上原本长着高大的红山树。 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后,将这些树木都砍了,空出来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。 历史上的美国拓荒者腰上最常见工具不是科尔特转轮,而是一把伐木的斧头。 平原上的树木被砍伐后,随之而来的就是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。 美国大平原因为没有山川阻拦,很容易刮飓风,这飓风加上半沙化的土地就会产生沙尘暴,一刮沙尘暴就会有人死亡。 这个顽疾让美国政府非常头疼。 专家们给出了质地的方法,他们提出可以种植葛根来固杀防止土地进一步沙漠化。 另外,葛根的根系发达,可以保存水分防止水土流失。 对于牧民来说,葛根还是一种优良的饲料,很适合拿来饲养牛羊。 就这样,美国联邦政府开始鼓励农民种植葛根,根据规定,每种植一英亩的葛根,农民就可以领到8美元的补贴。 这到法令颁布后,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,因为葛根种植起来非常简单,和红薯一样,只要将枝条扦插在地里就可以,扦插几个藤条能够长出一大片,美国农民当然不会放过领补贴的机会。 几年过后,美国乡村到处都是葛根,这些葛根对治理水土流失的确很有用。 葛根种下去后,美国很少发生沙尘暴了,土壤沙漠化也被遏制住了。 过了几十年,美国专家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,美国的沙尘暴虽然没有了,可是,泛滥的葛根挤占了美国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。 葛根越来越多,本土草本植物越来越少,不仅如此,葛根藤还爬到了建筑上,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洁。 葛根的繁殖能力非常强,美国的适应爱好者曾经发了两张照片,一张照片里,一列老式退役的火车安静停在铁轨上,而在另一张照片中,这列火车已经被葛藤吞噬了。 两张照片的间隔时间不过两年,由此可见,葛根繁殖速度非常快。 美国政府为了遏制葛根想了很多方法,一开始用除草剂喷,操作过后发现,这种方式会将其他植物一并杀死。 有人建议用火烧,没想到,烧了过后,第二年长得更茂盛,于是专家就建议引进葛根天敌,采用生物防治的方式消灭葛根,这招也被联邦政府给否决了。 这种想法很美好,但是现实很残酷,如果葛根天敌又泛滥了,那该怎么办? 澳大利亚政府就经常搞这种操作,把澳洲搞得乌烟瘴气,思来想去,只能用传统的老办法,用人工拔除葛根。 为什么美国的葛根泛滥成灾,我国的葛根还需要人工栽培呢? 首先葛根是我国本土植物,我国本土有很多昆虫和真菌能够克制葛根,葛根在我国不会出现疯涨的情况,美国就不一样了,葛根是外来物种,美洲没有它的天敌,所以它们会泛滥成灾。 另外美国人不会吃葛根,他们也曾经尝试过将葛根当作食物,不过葛根纤维素含量过多,让它们难以下咽。 这吃葛根的秘诀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,方法其实很简单,先将葛根洗净,然后放清水里捣碎,再将盆里的葛根水倒在纱布上过滤。 用这种方式,就可以将葛根里面的粗纤维过滤出去,过滤后的葛根水,经过沉淀、晾干,就能得到葛粉了。 一斤野生葛粉在电商网站上能够卖到上百元,人工葛根一斤也需要几十元,葛根在我国被吃的需要种植,而美国人却拿它们毫无办法。 可见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也能克制一方水土,相生相克才能保证生态平衡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,喜欢秋仔的,别忘了点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